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 已经连续两晚使用无人机和飞弹空袭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 破坏当地多项设施更影响乌克兰即将出口的粮食 乌克兰敖德萨地区军方发言人表示 新一轮的攻击规模非常大 直呼是个如同地狱般的夜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推特表示 二方针对粮食出口的码头攻击 预计的港口大概储存100万吨的粮食 其中有6万吨预计要出口到中国的粮食受到破坏 泽伦斯基怒批俄罗斯攻击的不只是乌克兰 还有全世界所有想要正常安全生活的人 乌克兰作为全球重要粮食生产国之一 自从乌尔战争爆发后 全球粮食原料价格也随之上涨 去年7月在联合国与土耳其斡旋下 乌尔双方签订黑海谷物协议 确保全球粮食稳定供给 而俄罗斯这次宣布终止协议 再度冲击全球粮食供应 黑海粮食出口不只是乌克兰的经济生命线 更是全球不少贫穷国家的粮食来源 此外根据德国之声报导指出 中国近年因局势影响 逐渐转向乌克兰进口谷物 成为乌克兰谷物最大进口国 而在黑海谷物协议里 乌克兰的黑海粮食出口 有近四分之一以中国为目的地 所以俄罗斯单方面宣布退出协议 中国恐怕成为受创最深的国家 因此中国也表明 希望各方能找到全面解决方案的态度 对俄罗斯来说也构成了一定压力 虽然这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 暂停黑海谷物协议 不过俄罗斯这次的行动明显有备而来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林承轩部 所有从黑海前往乌克兰港口的船只 都将被归类为军事运输船 跟着路透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霍奇指出 据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港口附近 埋射了更多水雷 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扩大 对乌克兰粮食设施的攻击 包括黑海的民用船只 随着进入黑海区域风险大幅提升 在没有经过俄罗斯的同意 多数船只可能不愿意进入战区 再运货物 恐怕会导致全球粮食价格再度上涨 这是张慧珍总理报道